《夢幻女孩》拉拉爛是一部融合了音樂和浪漫元素的劇情電影 劉德伊米恩勢在要指導 這部電影在2016年上映後就迅速贏得了影迷的喜愛和好評 他講述了一對有著音樂和演藝夢想的年輕人 Mia和瑟巴森在洛杉磯的故事 Mia是一名劇院演員 經過一番努力後她成功地參加了一個電影視鏡 而瑟巴森是一名音樂家 他渴望讓爵士樂得到更多人的欣賞和喜愛 在兩人相遇後 他們在彼此的支持和鼓勵下 開始追求自己的夢想 在整個故事中 觀眾可以欣賞到許多美麗的音樂和舞蹈場景 包括Mia和瑟巴森在滿天星斗下跳舞的浪漫場景 以及在高架橋上的爵士音樂演出 電影的音樂和編舞都非常出色 营造出了一種夢幻般的氛圍 讓觀眾完全沉浸在故事中 除了音樂和浪漫元素外 電影還揭示了夢想的追求和失落背後的心理歷程 觀眾可以從故事中感受到Mia和瑟巴森 在追求自己的夢想時所經歷的挫折和困難 以及他們在相互扶持中走出低谷的勇氣還堅定 總的來說 夢幻女孩啦啦啦啦是一部極具感染力和娛樂性的電影 它融合了音樂、浪漫、劇情等元素 讓觀眾沉浸在美好的氛圍中 同時也展現了追求夢想的艱辛和堅持不懈的精神 這部電影不僅娛樂性強 同時也具有著深刻的意義 是一部值得觀看的電影